警棍 警棍 警棍啦 警棍 远景进入民宅 赶快用警棍敲破车窗 就怕车内还有爆裂物 快点 快点 有没有水 有没有水 来 抓了 先抓 白色小客车车底冒出橘红色火球 不断燃烧 就怕烧到车子零件汽油会爆炸 警方赶紧拉水线灭火 好小火是第一时间扑灭 嫌犯不仅丢出爆裂物 还对着车辆开枪 远景拿着手电筒往车内一照 全是玻璃碎片 还发现一枚已经发射的子弹壳以及实弹 警方立即封锁现场 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调查 发生在23号中午12点 台南新营惊传枪响 涉嫌犯我的20岁嫌犯不到一小时 一改先前嚣张态度 踩着枪支到警局自首 经初步了解 嫌犯因为朋友已被害人 有债务纠纷 马来西亚嫌隙 才前往被害人的住家开枪警告 征信后依法移送台南基检署征办 远景追查发现为了钱 带枪上门讨债 虽然自首 但该负的行则一样都少不了 记者代官张 林一荣 台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